2012神秘之日第四節,今天的主題是普羅米修斯外傳之日 古代巨人與演樂傳,我們的網址是www.2012columbo.com 剛剛好不好意思,搞定的圖畫都出不來 大家看這部電話是看不到的,但看這部電話就比較清楚 這個叫VA243,它的號碼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是放在柏林的博物館裏面 蘇美爾的一個古代的記錄 最核心的問題就在這裏 阿基道你講 這裏有那顆星 這個你剛才講了 你講吧,因為那個麥克風聽不到 是,你的麥克風聽不到 我不是對於那個麥克風 他這裏,普羅米修斯也有提及到這裏 他這裏有一個排列,就像太陽系的排列的方式 而且它裏面看到還有一顆星在那裏 而那顆星呢 就是一直有一個傳說 在太陽系做一個,因為它運行的軌跡 就是很長的,會很遠的一個星體 而那顆星體就叫列巴魯 大家如果自己看清楚點 找這個VA243,加一個Sitchin 應該是SITCHI 很多地方找到的 其實那個問題是有很多人爭論 其實那個不是說我們的太陽系 但Sitchin也有另外一個 其實是說這些就是那些巨人 這幾個就是那些巨人 簡單講過 其實Sitchin這個理論 有一點牽涉到外星人 就是已經是外星人對地球的一個入侵 在很遠古的時候已經是有了 但是呢 為什麼整件事會牽涉到一個外星人的露劫 或者一些現代人說一些外星人對地球的一些醫學實驗呢 那個圓圓很簡單 大概在80年代左右 就開始有一系列的書 作者就叫Raymond Fowler 我想他現在都未過世 這位Raymond Fowler 他是自稱他曾經被外星人露走過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參與過一些美國特工的一些組織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應該是早期的OSS 即是CIA的前身 大概在80年代或90年代 他出了一系列的書 這個書是涉及到什麼呢 涉及到一位人物 一位女性 就是自稱被外星人綁架 她的名稱叫Betty Anderson Betty Anderson我想如果大家讀外星被老劫的文獻 其實都相當熟悉這個人 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這位被訪問的人 他都年紀相當大了 他寫了這本書 其實他用了一個名字 就是我手上的這本書 就叫做The Watcher 第一節我已經說了 就是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叫做The Watcher 我以為The Watcher的意思是 純粹是看著的意思 或者用廣東話就是看著的意思 但原來在這個用法裏 他們在說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監護地球 這本書中文的翻譯叫做外星守護者 這個直接牽涉到原來這個Betty Anderson 即是書中的主角 當她自稱被外星人老劫了之後 那班外星人跟她說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就是The Watchers 只是涉及到這件事 其他裡面以樂書的東西就沒有說 但後來有人查到 The Watcher這個字其實是來自以樂書 這個證券提升的第一節說 不是一個邏輯的關係 這是一個聯想的關係 但你會問我為什麼會講這個具體例子 我第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Betty Anderson這個案件 其實到了近年 大概幾年前 應該是2007年的時候 已經聲稱被踢爆 踢爆的過程是怎樣 就是大家看到這位女性 她自稱在1967年的時候被外星人老走了 到了2007年的時候 她的繼子 出來說踢爆她 其實是她老作的 這位 Raymond Farrar這位作者 現在跟她爭論 因為她說踢爆她的繼子 又喝酒又吸毒 其實她的證供不可信 但我就算說 假設她是假的 我覺得仍然在這一節 有原因跟大家去講講這件事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1967年的時候 她在家裡有一天 突然間看到一堆橙紅色的光 進入了家裡 然後沒多久 就看到一些外星人進來 外星人的版本 都挺經典的 就是所謂的Grace 大眼 大眼 灰皮膚 然後他們的子女全部很恐慌 但是沒多久之後 這些外星人就消失了 消失了 還有第一件事 他們看到一個現象 他們可以穿牆 以為外面有一扇門 不開 他們進不來 但是這些外星人就穿牆 還有她聲稱跟她說的 這些是什麼呢 跟她說的就是透過生命感應 或者正式的語言 不像我現在跟你在做節目 要發聲 不用說話 大家會感受到 在你的耳朵聽到的意思 你跟著就會問 其實她是不是原本 把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其實就不是 情況是怎樣 她是透過一個醫生的催眠 在催眠的期間 她記憶回這些事情 而最大件事是什麼 就是原來她被催眠之後 她才說出來原來不只是那一段 原來她十幾歲已經開始 阿紀圖這些很classic 即是說怎樣 彷彿的狀態 為什麼她要接受外面 原因簡單 就是到了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個天文學家 即是很著名 應該是做Project Blue Book那個 就是她自己很生氣 覺得政府掩著自己出來做UFO的研究 她登廣告 她去了認證 即是說她有見過 還有見過之餘 她是接受這個催眠 去證實這件事 不是老作的 即不是她有意志 那時候 然後她經過很長時間的催眠 就說了很多東西出來 即是說原來她不只是那天 即是被這些外星人露走 另外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件事就 即是觸動了我要將這個故事 加進這一節的原因 就是原來她看到很多在飛碟裏面 這個再次強調就是在催眠的期間 在飛碟裏面 看到很多外星人搜集了的嬰兒的人 即是說不單止 那些胚胎 那些胚胎也有 因為其中看到一件事就是抽那些女人 即是把那些東西打進那些女人的下體裏面 就插了一些針在她們的頭上 那這本書大家知道 這本書是台灣裔的 那她有一件事 即是前言她們就很有趣做的一件事 就說她們認為插了在什麼裏面 是那些密宗的那些 插了在兩個月島裏面 一個就是百回 另外一個就是 我現在要找一找她那個 即是說這班守護者 其實很懂得那些孝月的地方 應該是什麼呢 就插了在百回月和泥院月 百回是很簡單的 百回是很簡單的 泥院應該是在二藝那邊 泥院就是頭那邊 那裡面還有一件事 就是原來也有些類似氣功的現象 這個呢 即是說粵道那裏 應該是一個逆者 他自己加了 因為我看了那段 他很簡單的說 插了我的頭和耳 那個粵道本身就很可能他加出來 但問題是說 這本書成書的時候 七幾年的時候 七幾年的時候 或者八幾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對針灸有沒有認識呢 我猜應該沒有 但是就出了這個 即是來到東方翻譯的時候 找到一個理解 是的 我想問一下紀圖 其實你認識的朋友之中 有沒有覺得其實氣功或者針灸 其實是來自外星人的 相當之多的 因為主要呢 你會看到是由四十年代開始 即是一直研究那個 西方研究這個飛碟學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有很多 用那個叫做西方科學 他不是能夠百分之八 可以解釋到他們的 那些很多人有接觸經驗 所說出來 或者他受了催眠之後 提及的有很多細節 他們不是很了解的 但是當後來 就這樣說這個同意 我想原本寫完 原本書一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會 因為這個是去到九十年代的後期 很多這些研究者 開始都會認為 原來有很多很多 他們不是很了解的那些線索 他又關乎了有幾大 幾大類 是一些叫東方的科學 第一就是氣的科學 就是氣的科學 就是怎樣把陰陽轉變 或者我們氣功的那種叫做人體的那種 氣的運行那些其一 其二呢 就有很多東方的那種叫做醫學的理解 當它放進去的時候 就會好像是多了一個線索 這個就會變成了 就引申了我們最近 為什麼會這麼流行呢 就算西方都流行呢 就將飛碟學裡面 就加多一個範疇 就叫做東方飛碟學 就叫做東方飛碟學 現在很多人都拿出來 就再對比 就跟一些叫做 可能熟那個東方知識的 或者一些東方科學的那些 研究員 就再把它重新去了解 來做一份一個叫做完善一點的報告出來 所以呢 這個書當然現在 有所謂的踢爆了 但是為什麼我還堅持去說呢 就是一日平的涉及一些東西 就是幾 幾前瞻性 其一就是涉及到那些 譬如說氣場 針灸那些東西 我挺懷疑當時 他自身一個很虔誠的基督教徒 以他的美國文化 如果他要作的話 他會不會作成這樣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裡面涉及到很多後來 很多人都會跟手說 很多女性或者男性 他去到被老劫之後 男性就會被抽走精液 而女性就打了很多胚胎 在他的子宮那裡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他是個個案 不斷去說 裡面有很多情節 甚至畫了圖畫出來 我覺得 他誠書的年份 是不是事實上 當時這一類的經驗 或者這一類的過案 已經在美國的傳媒 已經說出來 我自己有一點懷疑 第三件事就是 他涉及到一些 在外星老劫裡面 經常出現的場面 這個可以跟大家再去介紹一下 因為這題目我們很少很少說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missing time phenomenon 就是說 突然去到這裏 我忘記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叮了的時候 或者我在其他地方 或者我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我會發覺 我有一段時間 可能講幾個小時 是間歇性深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當他接受催眠的時候 就發覺這幾個小時 原來就是一個外星人的飛碟裡面 被他攪拌 所以攪拌的時候 有點像那個 實驗 不是 有點像那個 二樂書 即是外星人攪拌 不是 天使攪拌 攪拌地球的婦女 那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幾經典 現在講的 Anim Abduction 外星人攪拌的個案裡面的一個現象 他有說到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那個 外星人攪拌 即是外星人攪拌的過程 出現那個 離體現象 就是Out of body experience 原來他說 很多時候這些接觸外星人 那時候 從那一刻開始 就有一點近似一個 臨死邊緣的感覺 如果我們 他上幾次說就是缺氧的 接著出現患果的情況 還有靈魂出竅的現象 靈魂出竅的現象 基本上就是他 這個書裡面 就可以說 涵括了這些 現在的外星腦劫案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 體驗 然後就把它說出來 但是至於你說 他那個 老作的成份是怎樣 這個我就不敢說了 第一件事 我一直都避開這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 事實上太艱難 因為 裡面的東西太離奇 如果你看那些 盲照國那些 被金髮美女 凹了那些 雖然我漫畫都有 但我想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難以想像有這種情況 你難以想像有這種經歷 還有就是 跟外星人看到的形象的問題 基本上多少都是 Grace那類的 整個形態 整個形態 特別他提到一件事 他們只有三隻手指 還有他們是穿一個制服 這個我就不敢說 那個可信性有多高 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提及 你看到那個Grace 其實那個Grace 是一個淡服的東西 你依然是裸替 其實是貼身的淡服的東西 還有有可能 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投射來的 就是說他可能給你 習慣看到的一個形象 或者你在心目中想看到的形象出來 而你覺得你跟他在溝通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用這個外星人的 這個你可以用contact的那個 他提出了那個 用你的那種 你的思維 給一個你接受的體驗 你能夠接受 你能夠消化的一種經驗 投射給你 原來實質不一定是這樣的 這件事也不是 第一件事多嚴重 基本上這些 就是如果從這個 WATCHERS的看法 其實他們看到整件事是幾 幾慘的 就是 這就是回到我們講的 這個波羅米修斯外傳的主題 就是 正如電影中的鋪層 就是 外星人和地球人之間的關係 就好像WATCHERS裡面說的 就是 是一個實驗者 與被實驗的一個物體之間的關係 就是 外星人 就是一個科學家 是的 地球人 對他們來說 是一隻白老鼠 是的 這個戲裡面 雖然我們上次沒有觸及 但實際上也是這樣 他有這個暗示 有這個暗示 就是說 他做你出來的原因 不是因為 他愛你 或者他 真的覺得他對你有感情 而是說 他想做很多不同的實驗 這就是 之餘人類 對David 那類機械人的一種看法 就是 就是等於2020裡面說的一件事 就是 那些不使用的東西 最危險的就是你去做 你回來 就要收工 可能整個 這個關係就是 現在 外星人對地球人的關係 如果是 就有多大劑 這個也是 其實保羅米修斯 他最探討的問題 還有可能大家看的時候 都有一些叫做 走漏眼 他很關鍵 都說到那個女主角 伊莉莎白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就是外星人 和機系人 都是在那裡 觸及不到的事情 就是 其餘一段 就很關鍵 就是 David 都經常問他 關於你的信仰 其實你應該會質疑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想見那個人 就看不到 會不會令到你有動搖呢 但是你會發覺 伊莉莎白 最後都會說一句 很人類才能說得到的說法 其實這個電影裡面 都是說人類才能說得到的 就是說 是的 但是我是有得選擇 嗯 這個選擇呢 其實會變成了 很多時候在神學裡面 探討 比如宗教裡面的那個時候 人是跟其他的生物最不同的 就是他有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但是這種自由意志 就是在神學裡面 都要直接往神那邊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 可能你越深塗下去的時候 那部電影也是這樣說的 你可能會很悲觀 就會發現原來人類 你以為你是萬物之靈 原來你是它 是萬物之靈的 下面的那隻老鼠仔 但是呢 它裡面有一樣東西 就是 特質是跟一般的老鼠 譬如我們的實驗品是不同的 就是 它有一種叫做自由意志 但是這種自由意志 是不是你的一種權力 還是其中一種實驗來的呢 那這件事其實 都沒有找到的答案 而這個電影 反而你會發現 它最提及的是這件事 是啊 那如果真的這個關係這樣 大家就要真的 悲觀一點 悲觀一點 真是很大件事 原來我們只是一個實驗品來的 那玩手可能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品 如果是失敗的 然後呢 有一個結局會發生的 是什麼呢 那它就刪除你 是啊 就是不適合的 基本上整個 脈絡或者思路就是這樣 但是最後 大家可能都會聽一聲 就是 你搬個意樂書出來 就說跟Elena德順有關 那我就只有一點點 就是去回應這件事 這件事事實上 我自己也找不到的 但是呢 就是透過一些第二三首的資料 找回來的 因為那個 以樂書的其中一個版本 所謂希伯萊的版本 我找不到的 那希伯萊的版本 有一個什麼 其他版本沒有呢 他就說這個以樂 就是神帶他去到地獄 那裡 那地獄那裡 原來在門口那裡 就有所謂的 保護者 阿基圖你猜猜在這本書裡面 如果真的有這張 這個章節 他形容地獄的守護者 那個形象是怎樣 如果是說那個 當然有一隻三頭狗 有沒有那隻三頭狗 那又不像古典 不像希臘神話那些 那很不幸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說那些人 就是小小粒粒 全部眼大大 是Grace來的 何童 即是那個時期的 古代的何童 你用何童解讀 原來他講的 是好像這些秘魯 即是現在我們見的 經常做事的那些 對 Grace那些 就不是普林米修斯那種 不是普林米修斯那種 不是普林米修斯那種 這個 這個基本上 就不只是他講的 有很多很多那些 都提及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經常見到 那些Grace 有可能 就原本 就是在月球裡面 的一種生物 那種生物 就等同於 好像我們 神話 我們傳說的故事 日本最多 就是那種叫 河童那種形 中國都不少 中國都不少 是用那種生物 來將它變種 然後 來做出來 就變成… 讓它變成成生蠱 可以 做工作 那這個 阿爾諾 他見到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Grace去工作的那些人 原來那時候上帝都已經有聘請 我再要聲明 其實這個我找不到 不過間接有些人講UFO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擔保準確性 最後也強調了一件事 演樂書整個誠書的過程 或者你要做研究 或者你要看 或者你掌握這麼多的版本 事實上那個技術的含量就超乎大家想像 因為你涉及的語文就多 你要閱讀的有關古猶太教 甚至基督教的一些歷史 或者當時的一些所謂寧類的宗教派的知識 要相當之多 甚至是版本的真偽 這個不是說 我和阿幾圖 阿Mike幾個兩個星期可以做到的 所以 演樂書這個內容 我只可以說 如果將來 我找到專家 真的可以很 有權威性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就再願意跟大家詳細再講一次 但其實大家 即使是這樣 可以透過一些比較通俗的版本 可以起碼看一看第一章 因為據我所知中文也有譯的 演樂書中文也有譯的部分章節出來 我不敢說它對不對 因為你要翻譯這些書的難度 我想不是大家說 好像看中文翻譯英文 或者法文翻譯英文 那個 因為它距離的時間 歷史的跨度很遠 這個字是否像我們現在這樣用法 或者我們這樣理解法 我完全一路自己有頗大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不斷強調 譬如The Watchers 這些和原文的意思 因為你經常看到這個吉之語 吉之語和古代希伯來人的用語 用的方法和不同 真的是不是掌握到那個 沿著那個最準確的意思 其實我都覺得大家幾值得質疑 這個不僅是古文的那種翻譯 就算是中文也英文 有很多現在都很錯漏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 作為一個通俗節目 我們可以大家確保內容的準確性 基本上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到此為止 但有一件事吉童不斷提醒我 其實這個節目出家的時間 就是Ann Thuring的生技 即是出生一百周年 我記得我們有一位前輩 陸尼女士 就不斷在各大的平台 今年不斷去催谷這個紀念 其實她兩年前已經開始說了 因為她對於陶寧的整個事跡 而且她的成就非常強 她有幾個obsession 第一個是杜魯福 第二個是Pinus 第三個是她老公 陶寧應該是第四個 陶寧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英國的電腦天才 沒有電腦之前的電腦天才 我因應阿幾圖這個提醒 其實我雖然不能夠說到正日 即明天出家的時候 去做陶寧的特輯 但是 在短期之內 我也希望找到一些專家 因為說陶寧我不是說不到 而是說要大家說到那種技術的層面 是困難的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有知力 有這個方面的知識的人 和大家分享 其實最好就是陸尼小姐